今天就给大家盘点一下世界上最强的八大反潜直升机 看看谁才是您心中的TOP1 TOP8 美国SH-2G超级海妖直升机 它是美国在SH-2F直升机的基础上所研发的一种舰载直升机 着重加固了上机身 以便用于支持更重的新型发动机 并且它还安装了多功能显示器和新的航电系统 具有反潜反水面威胁能力 这架飞机扩展并增强了舰载传感器和武器能力 以应对多种类型的敌方威胁 其中包括所有类型的潜艇 水面舰艇 和可能配备反舰导弹的巡逻艇 除了反潜的主要任务外 直升机还可以进行医疗后送 救援搜索 以及两栖空中火力支援等任务 它的武器为一艇FN MAG-58通用机枪 还可以挂载两枚AGM-65D空对地导弹 和MK50ASW鱼雷 有着不错的反潜和反水面威胁能力 TOPG SH-60反潜直升机 它是为了替代海妖直升机而研发的一款 双涡轮轴引擎悬翼的中型军用直升机 该直升机具有特别针对海洋环境强化的设计 主要被用于反潜任务 随着数十年的发展以及美国军队的转型 该机的性能也随着时代逐渐强化 这款直升机上装有声纳浮标信号处理器 AN APS-124对海侦测雷达 与AN ALQ-142电子支援装备 同时它还配备有AN SRQ-4双弓资料链 与AN ARQ-44双向资讯传输终端机 其组成的资料链可以将水上水下 侦测资料与美军舰艇上的战斗系统共享 提升作战效率 在武器方面它可以携带MK-46 MK-50或者MK-54鱼雷 企鹅导弹 AGM-114地狱火导弹 以及一艇M-60D M-240 7.62毫米机枪 而它所在的战斗中队 被美军指定为轻型直升机反潜中队 TOP-6 英国海王反潜直升机 它是英国韦斯特兰公司 在引进美国的SH-03D反潜直升机的基础上 研制的新型反潜直升机 它装有圆周扫描的搜索雷达 能够在远距离发现来袭的目标 并且还增强了预警能力和反应能力 其直升机性能较好 准备工作简单 最大飞行速度为315公里每小时 最大航程为1500公里 它可以装备4枚鱼雷 或者4枚MK-11深水炸弹 其声纳系统为工作深度 可以达到213米的2069型声纳 其主要预警设备 为机身左侧的索恩EM-1型舰用搜索雷达 能够在高海矿的条件下 对100海里外的空中水面小型快速目标 进行探测和分类 因此该机也主要被用于舰队的空中预警工作 TOP5 俄罗斯卡27反潜直升机 它是俄罗斯海军的主力舰载反潜直升机 主要被用于运输和反潜作战 它是由前苏联卡莫夫设计局研制的 是一种共轴反转双旋翼直升机 也是一种双发动机多用途军用直升机 该机配备有章鱼反搜索与跟踪系统 这是苏联第一套基于数据总线 计算机化的自动反潜任务系统 其计算机的运算速度 可以达到15万次每秒 而它主要的反潜探测系统则是 VGS3调放声纳 能够专门针对潜艇的闪避行动 来进行改变其扫描定向模式 并且它还可以携带带有声纳浮标 鱼雷 深度和定向炸弹的弹药桶 并且它还配备有起重能力300公斤的脚车 能够在船只预险时提供救援 TOP4 英国AW159野猫多用途反潜直升机 它是阿古斯塔韦斯特兰公司 在山猫直升机的基础上推出的最新型的武装直升机 主要用于反潜作战以及搜索和救援任务 AW159叫老式山猫直升机 大幅度的提升了机身和发动机 这也是导致其和老式山猫直升机 只有5%的零件是可以通用的 并且它的尾奖还经过重新设计 大大提高了其耐用性和隐身性 值得注意的是山猫直升机 是世界上第一种可以完成全部固定翼飞机 基础特技飞行动作的直升机 在1986年一架改装过的山猫直升机 以4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飞行 打破了苏联人维持多年的直升机飞行速度世界记录 因此野猫也吸取了许多前辈的优点 例如其强劲的动力 让该直升机的速度 哪怕是到现在为止 依旧排在世界一流 而且它的模块化设计 更是可以让它根据客户不同的需求 来配置不同的航电设备和搭载设备 TOP3 NH90 NFH反潜直升机 它是由北约直升机公司研制的 中型双发动机通用直升机 它的出现满足了北约对战场直升机的需求 并且还具备海上操作能力 该直升机于2007年正式服役 如今它的总飞行时数 已经超过了18万5000个小时 它主要是以水面舰艇作为平台 具备昼夜作战能力 并且可以在高海矿等恶劣天气下执行任务 除此之外 它还可以兼任防空支援 垂直补给 搜救和部队投送等任务 其整体机身全部采用复合材料制成 不仅隐身性较好 而且抗冲击能力也比较强 它的油箱使用的是自封闭设计 即使被击中后也不容易起火 并且它还装备有一体化的通讯识别管理系统 和先进的电子战设备 最大飞行速度为310公里每小时 北约军方还为该直升机选用了最新的 Hellarus调放声纳系统 其性能甚至比美国海军的部分潜艇 和舰载声纳更有优势 它的最大工作深度为500米 不仅有着极高的分辨率 还能够有效对付低速的水下目标 这也是以往的多普洛技术声纳 无法企及的优势 它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反潜直升机之一 由英国和意大利合资开发 以响应其军队对现代海军通用直升机的要求 该机遵循传统的设计布局 但拥有先进的技术 例如其转子叶片的设计和航电系统 以及复合材料的广泛使用 它模块化的机身结构不仅轻便 更耐损坏 而且该直升机还配备有除兵系统 能够在零下45度到50度的极端天气下保持运行 并且该直升机不仅飞行噪音低 而且还拥有三个涡轮轴发动机来提供动力 也会使它在敌对区域的生存能力稀高 它宽大的机舱可以运送35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或者16部医疗单架 完全可以满足医疗救护任务的需要 在执行火力支援任务时 AW101直升机还可以挂载两枚反舰导弹 或者四枚鱼雷和深水炸弹 并且还能加装一挺12.7毫米口径的机箱塔 并且能够在其机身两侧的短机翼上挂载火箭发射潮 因此该机也被称为灵活的多任务平台 TOP1 MH60R特种直升机 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反潜直升机 改进的GPS系统能够大幅度的减少干扰信号 综合数据链更是能让它与友方交换战场感知信息 并且进行协同作战 该机的最大起飞重量为10吨 飞行高度超过3000米 装备有最先进的调放声纳 雷达和电子对抗系统 它是美国海军在现有的SH-60R基础上 进行改造而来的一种多任务机种 可以进行反潜作战 穿越敌方防线 搜索救救任务等 其中MH-60R的APS-147多模雷达 可以自动发现并且跟踪255个目标 为该直升机提供的远程和短程搜索能力 并且和传统的舰载直升机不同 该机不仅可以挂载鱼雷执行反潜任务 还可以装备海尔法重型反舰反坦克导弹 攻击导弹艇 或者轻型护卫舰等移动的水上目标 完全称得上是一款强大的多功能舰载直升机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老铁对这些武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 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